徐杰辉机场剧帮陌生男分摊行李重量。他很回,你当我傻啊,结果竟获得网友一致赞赏。 在机场行李托运柜台前,总是常常能看到游客着急地把行李箱从棒冲拿上拿下,不相请同行的人帮忙分一点东西,减少重量,就怕行李过重被罚高额罚款,但是如果你遇到陌生人请你帮他分担行李重量时,你会选择帮忙还是不帮忙呢? 一人徐杰辉日前就遇到这样的事,他当下立刻狠狠拒绝这个路人的请求,但网友们却都称赞他做得好。 徐杰辉7日在脸书PO文分享他的经验,他说在机场遇到一名陌生男子请他帮忙分担行李重量,却被他当场拒绝。 行李有什么问题的话,顶多就是罚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为什么还要请别人帮他分担行李呢? 那名陌生男子没事要求别人帮他分担重量一看感觉就有问题。 徐杰辉的经验让许多网友都上了一课。 他们都称赞许杰辉好聪明,聪明,不然就上社会头条了,这种忙真的千万不能帮。 徐杰辉说的,千万别当傻好人,说得真是太对了。 帮人当然是好事,但也要先能保护好自己,才有余力去帮别人不是吗?要是为此惹上麻烦,根本得不偿失。 其实先前就有一个案例,有一名检察官分享了他的经验,他曾婉拒帮一名老妇人托运行李。 当时老妇人说他儿子行李超重,要求他帮忙托运一厢行李,但检察官聪明没答应他,事后去查证,才发现老妇人根本没有什么儿子搭乘了那班飞机。 因此他怀疑这是毒贩运毒的伎俩。 确实也有不少贩毒集团专找老人小孩来利用别人同情心,要人帮忙顾看或是拿行李,实质是运送毒品的案例。 感觉真是太可怕了,真的遇到别人的东西经过自己手上,或是被要求帮忙看管时都要特别小心,以免落入了犯罪人士的圈套。 徐杰辉,1966年1月12日,昵称为辉哥,为台湾艺人。 曾为台湾政治翻串娱乐节目全民最大党的固定演员班底。 近年积极扩展表演设计这项新兴产业,或腰帮任多部中国及台湾戏剧的表演指导,以开发演员创造力,提成演员对角色及剧情的想象力为主要教学特色。 在迸多部审则里面对角色。 在迸多部审则里面对角色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